在疫情防控期间成功救治的最小确诊患者 出生仅30个小时 年龄最大的108岁 我们是黑龙江的 特意过来看的 就对武汉刚开始的印象就是 在电视上疫情的时候特别凄凉 现在就感觉恢复正常了 疫情期间本来没有收入 说实话没有做事 还不输入 我就是说组织同行的 一起去跟医护人员 一线人员剪头发 剪了有10天 他说得很清楚 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剪头发 你再剪头发就报警了 知道老婆也是为我好 这是我觉得自己做这行 必须要为他们做点事情 我在疫情期间 剪了有2000多位 没剪一个人 没写一个名字 也可以说也是一个战袍 付出到原来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用了三个人时间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抖音上面的热干面乐队 我们在武汉解封之后 四月底的时候 成立了这个音乐队 我们要代表武汉 那么武汉大家最熟悉的 过早就是热干面 我们在这样一个 具有武汉特色的历史冲击前直播 主要是想让全国人民知道 武汉疫情过后 回到以往繁华的景象了 今天确实是不好多些 今天是吧 生活保住的不错的 现在我们几个月到家里面又花几万了 你起码要花都要用钱了 现在他哪里收的还要花钱呢 买的吧 买了15块钱 哈哈 原本带你 来过来捡呢 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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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